溫蘭們家人重返見邪舞台 雖然那時候評審老師們 都給10分 都給滿分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多 都是同行的分數 所以我今天會很想 真的想知道老師自己心裡面 我那天比賽跳舞的分數是多少 溫蘭也太在意成績了吧 上週在上海直播節目 與心共舞撞到攝影器材見邪 做眼角縫了九針 才回台休息沒幾天耶 溫蘭來了 昨天要現身上海參加節目錄影 今天來我家人是不知道的 只有我第一次知道 對 我爸媽是不敢講 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想 不希望我出門 瞞著爸媽也要去 就是想知道評審真實的分數 10分 這下應該滿意了吧 其實在舞台上受傷 對我來說其實不是第一次了 一點點都不擔心會崩潰 太扯很誇張 沒有人是完美的嘛 那有一些遺憾 這才我覺得這樣會值得我 會更想念這個舞台 神秘 這一次是你將退出舞台嗎 最後還會繼續比賽嗎 接下來的部分 我現在要先看我傷口復合的 復原的狀況 蘋果與Long Live 我是會越錯越有 霸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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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